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华尔街电视新闻 我是徐卫林 来看U部的自动驾驶车 在18日晚上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成为全球自驾车史上第一桩车祸致死案 引发外界的批评 还有人呼吁全面停止在公共道路上测试自驾车 这起死亡车祸恐怕重挫 原本前景看好的自驾车技术 根据路透社报道 U部、Alphabet和通用汽车等公司都在开发自驾车 等到全面发展完成 预计将大幅降低车辆交通死亡人数 创造价值数十亿的产业 但不料U部的自动驾驶车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道路测试时 却不幸撞死一名正要过马路的女性 警方初步调查 这起车祸责任可能不在U部 依据外媒报道 坦佩士的警方查阅自驾车上的录影画面来还原事发情形 发现这位遭撞死的女性从阴影处立即走到马路上 在这情况下不管是自动驾驶或真人驾驶 都难以避免撞到这位女性 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在加快速度希望推出有关自驾车的法案 不过因为这起全球首例自驾车死亡车祸 非盈利消费者保护团体消费者保护组织在声明中表示 亚利桑那州成为自驾车测试的西部荒野几乎无法可管 这就是优步和威梦在这里测试的原因 城镇没有警长当家 人民只有被杀的份 由于亚利桑那州对于企业测试自驾车都展开双臂欢迎 作为刺激经济成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方法 在优步没有取得测试许可 遭加州监管机构取缔后 2016年共和党籍亚利桑那州州长杜琪 向优步伸出援手 不过定期进行测试的自驾车 其实不时传出与其他车辆发生擦撞的事故 匹兹堡当地新闻上周才报道 一辆优步自驾车发生车祸 索性无人受伤 但现在已经发生无可挽回的死亡车祸 也显示出自驾车在真实世界中 遇到活生生的人时 这个渴望翻转交通运输业的新科技 也面临莫大挑战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二十亿 二十二 二十亿